半个月后 我爸正面色赤红地跟我妈理论 离婚协议书 我看了 凭什么公司和财产都归你 我不同意 凭什么 凭这些都是我的婚前财产 你儿子的婚房 我不要回来 已经是恩赐了 你还想想想我的公司不成 罗清月 你别忘了 公司这么多年 一直是靠我来经营的 我瞬间明白了一切 合着这是要财产来了呀 去家里闹还不成 非要来公司闹 这是要让我妈难堪吗 爸 你在干嘛 小雅 大人的事 你别瞎掺和 我妈的事就是我的事 爸 妈妈这么多年 没给你发工资吗 我爸被我冷不丁地这么一问 一时没反应过来 你说什么 那既然都给你发工资了 你还想要啥 感情你如果去别的地方打工 打工时间满十几年 别的老板也要把公司给你不成 小雅 你怎么跟爸说话呢 爸是长辈 有些人就是这样 一说不过别人 就爱找别的理由来压人一头 长辈怎么了 感情长辈就不能说了 那走出社会了怎么办 又不是是个人 都是你的孩子 我爸气得说不出话来 我妈给我爸下了最后通牒 张耀祖 你如果确实不同意 我定的财产分配方式 那我们可以走诉讼 不过 那样的话 有些人的事情 可就藏不住了 你考虑清楚 不知为何 我看到我爸的脸上 浮现了一抹京剧之色 很明显 我妈的那番话 吓到了他 你 你都知道了 离婚协议 我这两天签好 周末我们就去离婚 说完 我爸便拉着我哥 着急忙慌的就要走 爸 咱这就走了 我爸很是急切 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 我爸一走 我就好奇心 爆棚地问我妈 妈 你说的藏不住的事情 是什么事啊 我想象不到 到底是什么事情 能让我爸这么害怕 转移公款 两千万 我被这个数字惊到了 我爸还真是大胆了 他以为自己 做得天衣无缝 但以现在的技术 查出来他做的这些事 简直不要太简单 妈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我爸这么糟蹋 你的公司 你不恨吗 报警 那你不也完了 有个坐牢的爹 你以后的人生怎么办 你放心 那些钱 我有别的方法可以追回 后来 我爸和我哥 新成立了一个公司 做的是和我妈集团 一样的业务 他们连着做了几个大单 一时间声明确起 新闻发布会上 还内涵了我妈 我挺感谢我的前妻的 若不是她离开了我 我也没有勇气出来单做 大概还在肖月集团 当一个默默无闻的专事 要不是 我亲眼见证了整个过程 兴许我就信了 妈 您也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我给您作证 不急 让子弹飞一会儿 看我妈这么自信 丝毫没有因为 我爸而影响心情 我这才放下心来 而我爸为了跟别人表示信任 拉近关系 连看都没看就签了 但是 那几位客户 跟我妈也签合同了 这次的合同是真的 我妈跟我爸结婚这么多年 并没有把自己所有的底牌都亮给她 留了一手 我爸几乎把所有现金流 都投入在了这次合作中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单子 他打算靠这次合作 让他的公司一跃成名 可是正当项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资金不足 我爸打算去收回部分货款 但 客户却挑起了毛病 我说张老板 你是不是搞错了 你这型号 跟我们要求的不一致啊 这我们收不了 不可能 我这完全是按照我们的约定来的 怎么会不一致呢 客户笑了笑 把合同拿给了他看 后来 我爸的公司宣布破产 我爸被冻结了所有资产 现在他们三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 什么都没有了 而我妈却赚了个盆满钵满 三个月后 我爸跟我哥 因为得罪了肖月集团 几乎被封杀了 在本市完全找不到之前对口的工作 无奈 我哥送起了外卖 我爸做了安装师傅 他们确实活该 心思都在张力肚子里 那个男孩的身上 似乎完全忘记了 我小侄女的存在 这天 我路过了我小侄女的小学 他们刚好放学 他才小学一年级 别的同学都有父母来接 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往家走 月月 月月听到我的声音惊讶了一下 然后便开心起来 小姑 你怎么一个人 你爸爸妈妈和爷爷呢 他们让我学会自己回家 他们说我已经是大孩子了 不能让大人为我操心 妈妈说弟弟快出生了 让我以后好好照顾弟弟 等弟弟长大 我要给他买房子呢 听吧 我怒从心起 张力他自己吃了恶果 难道还要让自己的女儿 变得跟他一样吗 月月 你不要听他们的 你自己最重要 照顾弟弟是爸爸妈妈的事情 给弟弟买房 则是弟弟自己的事情 你没有责任 帮他们管这些事情 然后 我不想把月月送去他们那里了 反正月月在他们那待着 也过得不好 于是我把月月送去了 我妈妈那里 第二天 张力生了 是个男孩不假 不过有基因缺陷 智力不会随着年龄而增长 并且无法生育 也就是说 这个男孩 他们要养一辈子 我挺不忍心的 买了些补品去他家看他 还有一张银行卡 这也是 我妈的授意 你怎么来了 看我笑话 张力 这是补身体的 还有 这是十万块钱 密码是你生日 你先用着 不用着急还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这也是 我妈的意思 我们都是女人 没必要互相为难 能互相帮一把 就帮一把 你们不怪我了吗 毕竟 我拆散了你的家 有什么好怪来怪去的 我爸重男轻女 是他骨子里带的 没有你 他就不偏心我哥了吗 就算换个人 我们家一样会散 你最大的错误 不是闹着要房子这件事 而是你把你那错误的思想 交给了月月 她还小 不应该也不你的后尘 月月在我妈那边 你照顾两个孩子 也照顾不过来 以后月月就陪我妈住吧 你好自为之 未经许评讯pruc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